我国近年来不断推动减少用车提倡绿色出行 不过公路安全仍然至关重要 内政部高级政务次长安宁阿敏 出席新加坡公路安全理事会主办的一走活动时表示 即使未来通勤方式有所改变 但是培养良好的公路安全习惯仍然非常重要 内政部高级政务次长安宁阿敏在活动上指出 个人逮捕工具给当局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所以有必要提高民众对于公路安全的意识 因为基本的安全规则是不变的 这些是我们想要在我们的年轻和老人 特别是我们遇到年龄的民族 我们的感觉可能比较少敏感 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 我们必须要预备这样的环境 一走活动是配合今年首个 市政区无车周末活动而举办的 主办方也向公路使用者 例如年长人士灌输安全意识 活动参与者也在现场测试眼力和反应 与此同时在附近的直落亚裔一带 也有文化艺术活动让公众沉浸其中